你好,谢谢,大家好,晚上好,我刚刚从深圳回来,因为从深圳湾过关,它是晚上十二点关的,所以我就从深圳湾回来,回来以后就刚刚喜欢找我头发还没干,我就跟大家讲,讲讲吧,见见大家,我也开心, 好睡觉吗,玩玩就好,我呢,就今天见了一个北京的客人,也是我几十年的朋友了,他是哈宾大毕业的,哈宾宾宾大学毕业,就在做建筑,他们也做了很多建筑,几十年了,也是他现在在广东,洋江, 在做一个很大的项目,一千个亿的投资,风力发电,所以还有储油罐什么的,已经动工了,所以他来了,他就,我们见个面嘛,总是老朋友,总要见个面, 所以我们就谈起了刚刚的话题,第一个就是特朗普会不会当选,当选了以后,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就跟他讲,反正我一家都是投特朗普的, 因为这个是生意人,他的政治色彩不是那么的重,商人嘛,商人有钱赚就好了,我们就哈哈大笑,笑笑笑的不停的,他就说, 一个BB机爆炸,为华强北带来了极大的商机,我们就去,我去两个地方跟他,一个去华强北看,一个去做无人机的工厂,在西乡,我慢慢来讲这两个故事, 为什么说,那个BB机,真主党一爆炸,带来了商机,刚刚好呢,就是广州交易会,每年一次的交易会,不是每年一次,算是两次吧,每年的一次, 他就是,王总是,昨天从广州下来,他说去看看交易会,他看看那些最新的建材, 因为他们做建筑嘛,卡塔尔,卡塔尔的那个主场馆,世界贝亚主场馆,都是他们建的,中国建筑嘛, 他说去到那边,好多好多中东人,好多好多印度人,还有那些黑人,在那边,整个东方宾馆, 什么都,他对面就中国大酒店嘛,还有东方宾馆,都住的满满的,他说每次的交易会都是住的满满, 为什么现在,这些人在广州这么多,去订货,参加交易会,不经过香港, 因为,以前呢,所有的人,先到香港,到中旅社,去拿visa,进中国的签证,因为他们都是持外国passport嘛, 但是,这次,北京中南海,取消了外国人进中国的签证,好像是72小时还是48小时,我搞不懂了,反正就是说,可以直到直进中国,免签证, 所以,香港已经失去了这个中转站的意义,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些人已经不需要在香港停留几天,去签证, 因为你停留香港,酒店又贵,吃又贵,什么又贵,那签证费还要一千多块,加急的,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省了很多,而且现在就,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富,因为现在,他们都直接跑去中国订货了, 特别是,现在华强北啊,忙死了,因为它那个BBG轰炸,出了名嘛,那很多订货的,都不经过中间商了, 直接到中国订,直接运回去中东也好,印度也好,非洲也好,不要经过台湾,一经过台湾,又装,不知道装什么东西进去,又爆炸就敞了,是不是啊? 所以,时代在改变,还有呢,就是我们去参观,去看朋友的一个无人机工厂, 它是一米多宽的,一米多宽的,它前两年呢,它一年的营业额就两个亿, 今年已经订到八个亿了,已经去到,我给它笑死,笑得不得了, 那老板忙的,忙到,没空给你们吃饭,现在你们,你们先坐坐聊聊,聊聊我,马上要走, 就,你要吃饭就在这里吃,不吃就,反正大家都熟嘛,因为现在那些中东的,特别中东的,因为战乱嘛, 因为这次乌克兰,俄乌战争,还有以色列战争,也打出名了嘛,用那个无人机, 他现在呢,那些订货商都是,哎,你不要打Made in China,什么码头都不要, 什么品牌都不要,你就空机一个给我,那工厂它没关系啊, 因为它这种是民企,不是央企,也不是国家津贴的企业嘛,也拿不到国家的补助嘛, 反正你给钱我就好,我就帮你生产,所以现在忙到,还有另外一个, 我今天也去保安了,那工厂,王总下单给他们嘛, 他就做那个直层线路板呢,哦,也是生意好得不得了, 自从这个BBG一爆炸,都来中国订了,都在华强北, 因为他那边有一个供应链嘛,电子产品,也是世界著名, 关键是现在人都怕再爆炸,所以,今天我们都聊得很开心, 还有呢,我们就讲起那个战后,因为特朗普说了嘛, 他说,如果他选上,他就会停止俄乌战争, 还有把那个,支持以色列去把中东取得永久的平静, 永久的没有战火嘛,反正听着吧,政治家, 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就听呗,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就跟王总讲,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准备着手去, 天打,重建啊,参加, 他说可以啊,他在背后支持我们, 因为一般的去申请,去参加重建的话呢, 就,呃,他不会给中国企业的, 但也没关系啊,澳大利亚的,台湾的,韩国,韩国跟日本投的最多, 但是他们都是subcontract给中国建筑做的, 因为中国建筑对那些员工的管理比较好,比较完善, 而且他有党组织嘛,就是像这次,那个王总讲, 他们跟一个国家在建一条路, 下面很多河流啊什么的, 他说他一个月就把他弄起来, 很惊人啊, 很,觉得很, 他现在,他们现在就跟那个沙特, 沙特王国也在合作, 搞很多项目了,也动工了, 也是动工了, 所以中东现在都喜欢用中国建筑的工人, 所以我是讲这个真实的事情, 还有呢,王总就讲, 我就跟王总讲, 哎,那个冷链,那个老总, 现在俄罗斯打帕了, 打帕了, 他说是,打帕了, 他说跟他们做生意, 他说第一, 他不收他的卢布的, 他说一收他的卢布, 他说一个口袋这么多拿过来, 你要来干嘛, 他说明天就变得贬了一百倍都不值, 一贬值, 啥钱都不值, 他说我就要你的东西, 我要你的货, 因为这次呢, 金砖会议的时候, 为什么普丁这么烦, 烦老大他讲, 他就, 普丁搞了一个叫什么, 资金结算词嘛, 他就想说, 我昨天晚上也讲过, 比如现在, 你跟俄罗斯, 印度跟俄罗斯定习原油, 他就把他的卢布啊什么的, 就放到资金池里面去结算, 那人民币也放进去嘛, 但普丁, 就想说, 坑老大一把嘛, 那老大, 他也不蠢啊, 他就提出来嘛, 中国提出来, 我听王总讲, 中国提出来, 大家放美金进去, 这个结算词, 比如你现在是手棋, 打个落派, 就好像玩那个show hand, 那个扑克牌一样嘛, 就是说, 大家先把手棋放进去啊, 你大家放五十个印进去美金, 不够了, 你再补进去, 那其他几个金庄五国, 一看中国这样, 普丁就发脾气了嘛, 他想来坑中国一把, 那你能坑得了吗, 你普丁算老几啊, 你都是一个上家之权, 他根本就打不下去了, 中国都说准备去参加重建了, 所以我就说, 他们说很多那个无人机啊, 是中国输出的, 也是的, 真的, 他是民企, 他不受国家的约束, 那你民企的话, 也没有说出口, 他是民用产品吧, 你用无人机嘛, 你爱改造成怎么用, 是你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也没得坑, 所以现在深圳电子行业, 非常的兴旺, 非常的好做, 就特别那些小店铺啊, 什么的, 把他们要的东西, 都不是说要那种, 什么高科技啊, 什么的, 反正能用就好, 旧的就好了, 所以他们说, 一个BB机, 一爆炸, 卫生证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真的没想到, 我们真的没想到, 王总讲, 他们现在跟那个俄罗斯的交易, 他是怎么样, 中国不是有个接算银行嘛, 现在不是拿着一大把卤布, 发不出去嘛, 他说要跟那些, 他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他们就跟苏联做了, 那时候他说, 哦, 一个麻袋, 一个麻袋的卤布拿来给他, 他说不要, 我要你的东西, 然后去看他们的军舰啊, 还有看他们的那个直升飞机啊, 他说都是全新的, 好, 你当烂铁给我, 你给我, 我买回来, 他就, 那时候刚好解体嘛, 他就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呢, 就给中油, 中南海石油啊, 海上勘探, 他能开的嘛, 还有他说那些直升飞机也好, 什么都好, 他是, 呃, 没有, 那个发动机, 对, 还是能用的嘛, 还有那些军舰啊, 什么都拖回来, 我说拖到哪个港去, 他拖到银口, 因为他们东北嘛, 东北进嘛, 进就拖到那边去嘛, 所以其实现在啊, 我说那东北现在不是有商机吗, 他说有啊, 有商机啊, 他说现在就拎着他这一块啊, 因为俄罗斯的原油跟天然气, 中国是需要的嘛, 中国是需要的, 还有他的微金属, 胖物质也是需要的, 你还有说冷链, 冷链去内蒙, 我把那个奖啊, 就是网总他们就以货亦货啊, 他说不收钱, 以货物, 亦货物, 中国他们给他的是日用品, 都是那些服装啊, 日用品啊, 轻工业品啊, 这样一车一车的过去, 过去之以后呢, 就在他们那边, 把那些东西一车一车的运回来啊, 铜啊, 那些什么, 他说, 哎呀, 不会给他乱的啦, 他说他们都会去看的啦, 看好, 装货, 装货走, 装货走, 因为他们东北过去都是坐火车嘛, 而且那边都有人, 他现在俄罗斯也刚刚颁布了一条法令, 他讲凡是中国的公司, 如果是在俄罗斯犯了罪, 犯了错, 就交给中国政府, 交回来给中国, 审判嘛, 那他很多回来就没事啊, 他是在俄罗斯有犯事, 犯了法, 犯了什么, 回来就好啊, 所以现在他说, 他们东北的那些二毛子, 三毛子,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二毛子, 二毛子就是说, 父亲是俄罗斯人, 或者是母亲是俄罗斯人, 就是中俄结婚的那种家庭, 生出来的第一代就叫二毛子, 他说东北很多很多这种二毛子, 我说那漂亮啊, 那些人种, 他说是啊, 然后呢, 就是说二毛子生出来的就叫三毛子, 第三代嘛, 所以叫他们三毛子, 他说很好玩的, 很漂亮, 现在他说很多东北人在那边跟俄罗斯人聚会, 他们都喜欢嫁过来东北, 嫁中国人嘛, 而且东北是资源丰富, 就像王总今天讲的, 他说你把东北东山省封起来, 他也饿不死, 他的土地种玉米也行, 种稻谷也行, 这道卖也行, 药茶也有, 矿产也有, 煤也有, 东北山省是最富裕的地方, 也是真的, 真的真的, 所以怎么样讲啊, 所以很好玩嘛, 所以我就问他, 今天我说冷链那个老种, 就是中粮油冷链嘛, 就是做冻肉的, 那个他们在内蒙, 在蒙古做的怎么样呢, 哎, 他说蛮好的, 现在他上面是怎么做呢, 就是蒙古, 你这条村, 我给钱你, 你帮我养, 留, 养, 养, 养留, 主要是养留, 就给钱你, 然后呢, 就供应饲料给他们, 因为穷嘛, 贫穷嘛, 他们那边, 就供应饲料给他们, 然后养到一定的时候了, 达到标了, 他们就运回来, 运回来内蒙, 运回来内蒙在屠宰, 因为大概是500公里左右, 所以也很开心嘛, 所以这次普丁去蒙古, 就想拉着蒙古, 跟中国切割嘛, 那些人有什么关系, 有钱赚, 谁不去做, 谁不去干, 你普丁能养人家吗, 你能给到人家什么, 是不是啊, 那些农民养的牛, 养的那个什么, 它也很好啊, 也增加收入啊, 那中国这边也有, 也有肉类的供应嘛,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今天好开心的, 见了朋友, 我去看了无人机, 看了那个, 华强北, 看了那个直层电路的工厂, 都是出口, 现在都是出口, 所以我就跟王总在讨论, 在讲, 我说香港政府在宣传, 说什么大湾区啊, 他刚在, 他说没有, 他说那边大湾区什么, 他没有一条产业链, 也没有一个工业链, 供应链啊, 不成熟, 他跟深, 他说跟深圳没法比, 因为深圳, 老实讲, 他在邓小平开放改革初期, 百万大居下广东, 就是第一站到深圳, 广州第二站就到深圳, 都在深圳, 很多人才那时候来深圳的, 刚刚开放改革的时候, 然后医生也有, 你们看那个张嘉义那个电影, 我看了两次, 他叫下海, 就讲那些医生啊, 来东莞啊, 直屹啊, 来深圳创业啊, 哎呀, 都是, 很好看, 这个很现, 写了当时的那一个年代, 就是开放改革初期的年代, 王总也是啊, 他也是开放改革的时候来深圳嘛, 后来在香港工作, 又到, 他说美国他都去了一百多次了, 来来回回, 我们就是怎么样讲, 老朋友见面嘛, 大家总是见个面啊, 来到了, 我们就看看, 他们是做大事的人, 他们是大型央企, 我们是小企业, 他能看得起我们, 我都已是感恩不尽了, 跟我做朋友了, 几十年了我们, 还有中帖, 中帖,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走走走走走就走到一把年龄了, 今天王总讲, 他把那个风力发电那个一千个亿人民币投资那个项目做完, 他就不干了, 正式退休了, 他说, 回去哈尔滨, 然后呢, 找朋友聊聊天, 讲讲话, 打打牌, 就过过日子就好了, 因为他们的下一代也非常优秀的, 好像, 就是说中国的新生一代, 80后, 80后吧, 他们的那一代, 就是89年, 87年出生, 在英国学电力设计, 电力工程嘛, 数字毕业, 现在也回去北京, 在电力部门发展, 所以我, 我很喜欢工作, 因为我为什么喜欢工作, 我可以见不同的人, 学习不同的东西,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